OPPO全新一代手机R11终于发布了 虽然大家早在之前已经被各种广告轰炸过 对它有一定的印象 不过只有真机到了你的面前 你才会感受到它的魅力 下面一起去把玩一下吧 外观上第一眼看上去R11的外观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还是那副熟悉的模样 不过背面变化十分大 R11升级到了微凤天线2.0 将原来三条变成两条 并把直线变成沿着上下边缘延展的曲线 让视线观感更加优秀 也使得机身背部更加一体化 另外R11的金属背后采用了弧线设计 圆滑过度使得手机更加贴合手掌 用起来感觉当然是更好了 而这样的设计被OPPO称之为小蓝腰 是不是很景象呢 OPPO R11首发搭载了高通骁龙660处理器 借助14纳米工艺的超低功耗 使得R11拥有更好的续航表现 再加上自带的Walk闪充 续航完全不用担心 另外得益于骁龙660强大的性能 使得R11在运行大型游戏时依然游刃有余 R11运行基于Android 7.1.1的Color OS 3.1 再结合4加64GB的储存组合 日常使用非常流畅 另外更加优化的快捷支付通道等功能 也让手机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正如R11广告所言 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 拍照是R11最核心的竞争力了 据了解 OPPO与高通联合定制 优化了R11的旗舰影像处理器 从硬件层面保障了拍照的画质 R11采用了1600万广角镜头 再加上2000万长焦镜头的组合 能实现两倍无损双摄电焦 让你在拍远处景物时更加清楚 不用担心画质损失 当然双摄镜头的虚化功能也是R11的亮点 试用时发现 R11能够精确识别被摄物的范围 虚化效果非常棒 结合OPPO的智能美颜算法 让人像拍照更容易拍出大片 而前置2000万的摄像头表现同样不差 R11支持前置背景虚化2.0 它可以深度学习了解人物的轮廓信息 借助这一功能 即便是拍照也能拍出不错的虚化效果 好了 本次上手提案就到这里 有关R11更多信息 可以留意我们的评测哦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